- 非常歡迎大家再次回到生日市AI創新學院 在禮拜五的晚上非常認真的 跟我們一起學習 在這個時候我想要接替一下老師稱為 我要來分享一下我們今天晚上這個學院的簡報 好 因為我們在每次開始上課之前 我們都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今天的課程 那今天課程是由Ryan老師帶來的主題是CHATGPD 課制的利器叫做Azure提示流 那基本上我們的講座馬上就要開始 但是我知道這這麼專業的課程一定有一定是非常非常實用 而且偷偷告訴大家今天一定會有非常多的這個 實戰的一個練習 所以老師剛剛有在這個留言區貼出了這個課程的這個notion的連結 大家可以點擊它裡面有好些課程的資料 那在這個時候我也邀請你如果 如果你OK你知道你的親朋好友 你的同學你的家人裡面有誰需要這個課程 歡迎你可以把這個 Google Me的連結 你可以分享給他 讓他一起來 一起來這個享受 由一億人令行科技導網站一起推出這個 CHATGPD 甚至是AI創新學院的這個線上課程 這麼好的資源 所以呢如果 呃如果你今天晚上呢你在上課過程 然後你也很願意開鏡頭 我們非常的歡迎 但是你在今天晚上你可以保持靜音 那再來呢我們一個 我們所有的資 呃這個上課的這個資料會在哪裡呢 會在我們科技導網站裡面 生成是AI創新學院的這個 呃官方網站的這個頁面裡面包含什麼呢 包含課程的影音包含課程的重點 然後包含這個所有的重點回顧啊 如果一些討論區等等全部都在上面 那同時科技導網站裡面每一天 都有好多的科技薪資 跟著相關的資訊 大家可以一起來學習 我是每天follow 所以呢 我邀請大家可以一起來溫故之心一起來討論 那如果你是 呃這個無論是你是Azure 或是你是CHATGPD 各種的這個 實用者你在工作上常常用到 你會遇到一些問題 你常常想要人很快的可以幫你解答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的 呃這個LINE的討論社群裡面 因為上面所有的老師還有各種各路大神啊 OK 都在裡面隨時要幫你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每次的上課之前 我們都會呃提醒大家要上課囉 In case大家我們都貴人士忙 然後就忘記了那可以賞握所有的課程資訊 那在今天的課程當中呢 呃我們 今天真的是導入AI技術 今天我們會上什麼 今天我們會上 用這個Azure相關的 這個工具 然後我們會來談一談 如何實際的 可以做這個整合資料來源啊 然後等等 會生成英文的故事 會生成這個網站的一個分類等等 那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我想各位一定會有做的話 一定會遇到一些實作上的問題 歡迎大家可以把你的問題 隨時的放在這個slido上面 如果你怕留言區被洗掉的話 就打在slido上面 有老師在課程最後的15分鐘 統一來回答大家的問題好 那從剛剛到現在 我知道在我們當中 呃我調查一下 如果你是你今天是慕名而來 你就想聽亂來老師講課好不好 你打一個1 那如果你是這個 sdcai創新學 你是這個老同學 你每一堂都上 你就打一個2 ok 如果你是慕名而來 想聽亂來老師講課 幫我打一個1 ok 如果你是sdcai創新學 每一堂都上 就是忠實的同學 你幫我打一個2 哦 ok 哦有frank frank超級 超級的鐵粉 ok 每一堂都看到你 ok 然後 哇有果然有慕名而來的 這個國際等級的講師 果然不同啊 我想如果你是老同學的話 你不一定 你可能跟我一樣 你不一定知道 Azure 他的功能是什麼 所以呢 呃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Azure是 Microsoft 推出的這個 雲端服務 他為企業 能夠 提供 就是 就是各種的 企業所需的一個解決方案 而今天 我們的老師 Ryan 他除了是 呃 行動開發學院的創辦人之外呢 他也是 微軟的 這個MVP OK 就是微軟的這個講師 所以呢 今天我們的晚上的課程呢 不只是這個 在科技的最最前緣 而且更是一個微軟等級的課程 非常的厲害 所以呢 呃 在這個時候 我要借用大家的雙手 OK 我們要準備把這個 場面交給Ryan老師 我們要借用大家的雙手 把愛心 暗戰 煙火 給他點下去 OK 讓我們用 催烈的掌聲 歡迎Ryan老師 好 那 謝謝 非常謝謝主持人的介紹 OK 好 那很感謝大家在禮拜五的晚上來參加我們今天晚上的這個講座 OK 哇 看現在人數 蠻多的一百多人在線上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 呃 我們今天 晚上所有分享的內容呢 我都會記錄在一個網頁上 所以呢 我現在把這個網頁再貼一次給大家 好了 OK 好 那所以呢 比較後來才進來的朋友現在應該也都有看到這個網址吧 tinyur.com 斜線 pumpflow 然後呢 減111這個部分 好 所以大家可以點擊這個連結會拿到今天晚上所有的分享的這些教材啊 我全部都會整理在這個這個notion的筆記上面 好 那另一方面我現在這邊同時畫面上呃就是我有一個另外一個螢幕 所以我有看得到大家的留言 OK 所以如果你在過程中就是不用擔心留言會打斷我 就是如果你有想到什麼問題想跟我討論的話 都可以歡迎放在留言區這樣子 那很難應該再有一隻眼睛看那個slide 所以slide我可能是比較晚一點我再去check好了 OK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就是即時想要跟我討論的 你都可以直接放在就是目前這個google meet的留言區 那我現在同時間我可以看得到 好 那我先來介紹一下就是我今天分享給大家的這個課程資源的網頁 這個網頁是一個notion的筆記網頁 所以你會 您可能要再分享一下您的畫面 我再分享一次是不是 好 我試試一下 OK 我切一下 這樣有嗎 有看到 哦好 謝謝你 還好你有提醒 對 好 那網址我應該不用再貼一次 剛才在訊息框大家應該看得到 好 那我就稍微往下瀏覽一下這個網頁 這網頁目前呢 往下滑之後 你會看到有四個網址 然後四個網址其實都是通往到行動開學院 就是我這個網站上的四份講義 那 我們今天時間呢 大概是 就是現在 7點到8點半左右的一個半小時之內的時間 OK 所以希望cover的 我先放這四份 希望能夠帶大家走過一次這樣子 OK 好 然後再往下呢 對就是今天我們時間是7點到8點半嘛 然後預計的課綱大概有包含到 這些部分 所以我們先介紹一下 可能很多人並不知道什麼是這個PromoFlow 所以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介紹完之後呢就想要實際的帶大家來試看看 用這個東西 然後但是用這個東西 然後但是用這個東西它有一些前提 必須要先有哪些資源 所以我等一下在介紹這個PromoFlow的時候也會跟大家說明 所以不論你今天有沒有準備那些資源都沒關係 至少呢你可以先聽我展示跟了解一下這個內容 那當然過程中有什麼想法或是想要討論的 你都可以放在留言框中 那我知道的 那我一定會告訴你 那我不知道的呢 我們可能再透過其他方式聯繫 好 那在這個Notion筆記上面有一個 就是下面這邊有一個就是 我跟另外兩位MVP在今年7月份的時候呢 我們出了一本書叫做《駕育卻GPT-4》 所以這本書其實是蠻針對開發者的 就是針對開發者 怎麼樣去使用Azure上的OpenAI 還有Azure上的這些語言相關的服務 好 所以如果你剛好是軟體開發者 然後呢是寫單內或是Node的人的話呢 那這本書對你來說可能有幫助 那你可以去參考一下這本書 在7月份我們出的 好 那最下面這邊呢有兩個我的E-mail OK 所以呢因為我們今天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個多小時相距嘛 所以呢如果你在後續啊 反正你還有想到什麼問題 或是你覺得希望可以跟我做討論的話 你都可以再透過這個E-mail來跟我做聯繫 OK好 那我就從我們就回到這個裡面的第一個連結 在我現在分享的這個東西裡面的第一個連結這邊進去 好 第一個連結進來呢你應該會到了我的這個網站 然後這個網站上面就有就是目前我分享的這個投影片 好 那在這邊呢你可以直接按這個play 就可以跟我一樣就是左右鍵在你的電腦中看一下這份投影片 那或是說呢你可以點旁邊這個下載也可以使用 那這個網站就是用Google Chrome或是Safari OK 然後 Edge呢就是他會覺得這個網站有簽入PDW有點危險 所以呢 Edge可能會打不開 所以呢就是 請大家使用就是 Chrome啊或是那個Safari 其他流行器都是OK的 好那我會從 就是呢我的順序上應該就是在 這個Notion比例上這邊有四份講義嘛 所以我會照著這個順序來跟大家介紹今天晚上的這個題目 好那在正式開始之前呢 那我再花一點點的時間跟大家介紹一下我自己 雖然剛才主持人已經有幫我開場介紹了一下 OK好 那現在畫面上的這一頁 畫面上的這一頁我看一下 對畫面上的這一頁呢是我個人的介紹 那我現在主要其實在這三年之間就是在幫微軟做了蠻多的教育訓練了 所以微軟在去年的時候給我這個微軟的MVP 那MVP主要就是能夠讓你在雲端上有更多A9特別是A9上 雲端上有很多的點數可以來做使用 所以我就比較敢去嘗試在A9上面的大大小小的各種服務 好所以如果你對上面有什麼東西很好奇 方向上那第一個大塊就是在A9上面的各種Ai的應用是最多的 那再來就是網站跟App相關的應用 好所以這個大概是我的背景 所以在一開始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那背景簡介完之後我們就要上今天的主菜了 好我就從第一份這個簡報先來跟大家做介紹 OK好那你現在在畫面上看到的這個講義 好看一下 要看到這個畫面上的畫面上那邊 這是一個比較明顯的 我看到這一點大家有看到的畫面這個畫面 好現在這樣應該有看到我的畫面 Prompt Flow这个工具是由微软所推出来的 然后在这个工具里面 你可以做的主要的功能 当然就是能够去把 在使用这些大型语言模型 以及相关一些工具 可以做成一个流程的方式来运作 所以你会看到的东西就像右边 你现在看到这个流程图一样 可以做出像这样的效果出来 好 那在我们正式跳进Prompt Flow之前 我还是先宏观一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Azure上面的东西 好 所以这边有一页 这一页算是微软蛮长在各大研讨会的 开场的时候都会带出来的一张投影片 那这张投影片主要介绍到微软的整个 相关的从产品到开发面的东西 那你会看到他通常都挂一个 挂一个那个title是AI的Portfolio 有点像是所有跟这件事情有关的 各种程式的东西都列在这张图上 那越往上层走 在Azure AI的往上层走这两块 比较是针对一般的使用者或是商业开发的使用者 所以通常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往上的比较不需要写程式 又一般的使用 那或是说呢 写一点点的程式码或是几乎不用写程式码去达成某些目的 就在这条蓝色线之网之上 那这条蓝色线之下的这一块呢 Azure AI 这边主要讲的就是各种的开发者比较会去使用到的东西 那Apply AI的这一块代表 不然觉得这些东西具有高度的商业价值 所以他会把这些东西 有点像是从下面组装出来的 然后呢 你可以比较快速的去把这些解决方案拿去做使用 所以他会列在是Apply AI Service的这一层 通常都是已经是基于下面的这些技术所组合出来的 那再往下一层呢 所以一般开发者来说 其实最下面这一层跟倒数第二层 这两层是开发者在Azure的平台上用最多的 比方来说 你想要做一个跟视觉辨识有关的应用软体 所以你借用Azure上面的这个视觉辨识的服务 加上你原本既有的网站啦 App啦 或是聊天机器 或是各种的签误式系统的应用 那你只是把视觉辨识这个AI呢 由微软的Azure来帮你实现它 所以你就把这个Vision这个服务整合到你既有的系统中 这个是最常大家做这个AI应用工程师里面 去套用它的东西最多的做法 所以它就对应的去提出像是视觉辨识啦 或是语音相关的啦 或是语言相关的啦 或是有一些决策资料分析相关的功能 那当然近期最受大家瞩目的应该就是最右边的这个OpenAI的service 好 所以你可以直接去存取 直接透过OpenAI官网去做存取 那或是呢 你们公司已经有Azure相关的这些点数 或者公司本身就已经有导入Azure了 那或是公司相关资料也都在Azure上 所以你当然也可以使用在Azure上的这个OpenAI的service 那它们其实是相同的东西 那呢发布时间呢 官方的说法是大约啦 大约会有个两三个月的时间差 但是每个服务的状态不太一样 那最近OpenAI动作又非常快 所以呢不见得第一时间有些时候你会在Azure上看到 那当然在这两者使用上 Azure因为有相关的其他云端服务的各种附加功能上来 所以关键判断应该在于说 如果你的企业本身就已经是大量使用Azure的 当然我就会建议你可以去用Azure上的这个OpenAI 那如果你是纯个人开发者 或是说你本来相关东西也没有放在Azure 都放在其他的平台上的话 那可能你直接存取官网 差异性也不高 那官网上也有对应的很多教学资源 好所以这个是Azure OpenAI跟OpenAI 顺便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要用到的这个功能 它其实是属于最下面的这一块 Azure Machine Learning这个机器学习这个平台 好所以我再切下来 Azure Machine Learning的Studio的这个平台 其实是最它放在最下面 那照我们刚才看微软的这个战略地图上来说 就是越往上层是使用者或是商业开发者 越往下层就是 越是要打扣的 要写扣的这些开发者在做的事情 所以呢 最下面这个平台当然就是最多元化 最丰富的功能 其实它都塞在最下面这个Azure Machine Learning Platform上面 Azure Machine Learning Platform上面几乎 你要做的各种的事情都OK 你要只把它当做一个租用主机的服务 租一台主机来在上面写扣 它有提供这种功能 你要利用它来兜这个机器学习的流程 它有提供一个叫Designer的工具来让你做使用 那你要利用它上面的运算资源 大量的去测试 自动化去测试各种的模型跟各种参数呢 它有提供一个叫做Automatic ML这样功能给你做使用 好所以过往其实它主要就是这三个功能 就是刚才说的在上面写扣的这个Notebooks 或是用流程的方式去兜机学习流程 这个Designer 再来就是左下角这个Automatic ML 过去其实主要就这三个功能 那后来最新呢 当然到今年这时候开始突然多了一个第四个功能 Pump Flow 目前还挂着Preview的版本 通常你在这些开发平台上看到挂的Preview 就代表说这个东西其实它才刚推出来 然后呢还没有说非常百分之百稳定 所以通常Preview类的工具 不建议把它放在企业流程里面 就不建议你目前马上去做Pudation 你做先期测试OK 这个东西可能还有蛮高度的变化性 就像我自己在用的时候 也蛮常会撞到错误的 但是呢它是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在Preview阶段的时候 好好的认识它 那等到它正式上线的时候呢 你再考虑是否要把它真的加到公司的某个产品里面去 好这个是Pump Flow 所以这东西很新咯 所以我们想要来了解一下 这个Pump Flow到底在 这个右下角的Pump Flow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好 那我们再往下 好 就在这个平台上 所以叫我前面多挂了HL Machine Learning这个Playform 在上面有这个功能叫做Pump Flow Pump Flow 台湾翻成 就是台湾的翻译是翻成提示流程 那大陆那边翻成提示流 就是少一个最后那个字成 好 那或是你直接用英文就是这两个字 Pump跟Flow 好 所以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很好 我觉得它基本上这两个字已经有表达出这个开发工具里面最重要的 也不完全 但是最重要的精神大概有点出来了 它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希望能够让你看得到这整个你在兜建这个使用大型原模型的过程中的这个流程 能够把这个流程图刻画出来 所以我这边写的就是希望它能够它这个概念上的就是透过视觉化的方式去帮助你把这整个机器学习的流程搭建出来 那这个搭建的过程中呢 它允许你可以增加几种东西 第一个就是大型原模型 好 所以它并不是直接告诉你说 哎 这不是Azure的吗 是不是只能够增加Azure的OpenAI 并没有 它让你可以增加很多种不同的大型原模型 并且我相信它会在这边会增加更多更多大型原模型进来 所以它这边写的是可以串接大型原模型 但是并不局限于一定是Azure的这个OpenAI 那第二个呢 如果你有一些比较特别的Quant需要另外克制化的话 它也可以让你独立出一个区块 专门去写这个Quant 它有提供这个功能 那第三个呢 就是它上面目前已经预先做好了好多的小工具 能够供你做取用 但是就算这些工具并不符合你的需求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自己呢 写一段拍档的程式嘛 比如说你过去已经有某一个资料整理 或是说做什么样功能的一段拍档的程式嘛 你觉得写的很好 所以你可以把它直接变成一个区块 放到这个流程里面去 好 所以呢 再来呢 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是直接在Azure上做的话 那它可以做一些分享 所以呢 方便你去做协同合作 再者它又发明了一些效能评估的功能 能够让你去观察 这个做出来这个结果好不好 那更棒的就是呢 因为你如果直接在Azure上面做 所以呢 它可以让你在这整个流程都建完之后呢 直接把它转成一个Restful API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东西直接部署在云端上面了 然后呢 接着它变成一个API之后 所以你要再把它跟网站 跟App 跟聊天机器人 或是语音助理 或是各种的人际界面的系统 都可以去把它做整并在一起 好 所以这个当然是 直接把东西做在云上面的最大的优势 会是这个 好 所以你看到的 以这一页目前为止 你观察 Prompt Flow 我个人看到的几个关键 几个关键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过去呢 在一开始TradeGPT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想的做法应该是说 我们好好去下那个Prompt 下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这个TradeGPT会给我们一个 我们喜欢想要的回应 所以我们就很努力的去下那段Prompt 但你下到某个程度之后 应该会发现到 它还是有一定的极限性 所以有了极限之后呢 就开始另外的思考 会不会有可能在过程中 我是一下会用到 这个TradeGPT 一下可能会用到 另外一个大型原模型 赛者的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呢 我们会不会有可能 我们过去传统的一些做法 我们所写的一些Python的程式码 其实反而比TradeGPT做得更好 在某些任务上 所以当你要做的那件事情 它有可能同时复合需要 多个大型原模型 或是不同的阶段 使用不同的大型原模型 或是甚至有可能需要去整并 你的其他的Python的程式片段的时候 这个时候Prompt Flow 应该可以发挥一个好的作用 好 那你说其实说实话 Prompt Flow所做的事情 我能不能够从头到尾 就写一支Python程式码 我在这支Python程式码里面 去呼叫OpenAI的API 然后呢 去把TradeGP叫起来 我在这个Python程式码里面 去写提示 在Python程式码里面 去做其他我想要做的各种功能 当然可以 你当然其实也是可以这么做的 那有了工具的辅助的差别 会是什么呢 当然很多东西的概念上 其实简单三个字说就是模组化 它把很多常见的事情 模组化变成一块一块的 所以在你已经大概知道你要做这些事情之后 如果能够兜积木兜得出来的话 当然可以加速你的开发 就是比起完整全部都用塞在同一支程式码去撰写 的优势可能来自这 另外一个优势就是云端了 就是它能够 所以你说我可不可以自己去把这个东西转成Restful API 当然你可以 就是要再多写那一段程式码 那你放在云端上呢 就是它把这件事情做掉 那当然微软不是 不会提供这种免费的资源 所以说这些东西当然对它来讲 微软一定是最赚的 为什么你要把它布在上面 这就代表说你要在上面开主机啊 然后呢把这个东西24小时部署在上面 所以你的应用程式才可以不断的去呼叫它 这些其实都是成本 就是如果你在上面软这个主机软下去之后 它是以小时在计费的 好所以这些当然它提供这个工具 最终背后的目的 当然还是希望就是你持续的去用这些云端服务 它能够赚到最多的钱 这是一个很现实跟商业的考量了 好那当然我们就在过程中来评估看看 这个到底好不好用啊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花这个钱 或是用这个资源在这上面 所以也是大家参与讲座 可以透过讲座的方式来了解这个工具 适不适合你当前的这个情境 好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在这上面是不是已经有提供很多的工具 好所以这一页主要讲到的一些好处 第一个当然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它模组化了很多东西之后呢 所以你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看到那个 一块一块的区块兜起来 跟这个流程跑的状况 好所以你当然就可以不断的去 try an error去测试 一下我想要把这个放在这上面 或是要把这个流程移到下面 会不会比较好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兜这个管线 去决定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 再来当然就是你可以反复测试 去观察每一个阶段所产生的结果 是否是正确的 或是说是否有达到你的预期 好所以我这边写到说 它很方便可以去做一些建立跟比较 这些prompt的结果差异 再来就是它有一个评估模组 可以帮你去做一些事情 那再者好玩的就是说 目前我相信它持续会做更多个 现在目前你看到只有这几个 比如说它上面可以帮你去做 这个向量资料库中的搜寻 然后再包含到说 它可以把Azure的翻译的服务 整合进来 还有说像Google的 Google的搜索相关的API 也可以整合在这个流程中 那再更强的就是我刚刚说到的 其实你根本就算它没有 没有你要的工具 只要你能够用Python去做你要做的事情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自己多一个客制化的区块 里面就塞你所写的那支Python程式 所以等于是无所不能的 就是你能够自己 你能够自己做一个区块塞进去 那当然你要做的各种功能 你都可以去绑在这整个流程里面了 好 所以对于企业来说 它的这种模式的导入的优点 我相信几个部分当然就是 第一个它在云上面 所以你可以透过Azure的方式 大家登录到那个平台中 然后协同合作 再者是整个流程全部都在这上面 在上面做开发 评估部署也不在上面 所以在上面在做监控 大部分你会看到的云端平台 都会有第二项的特色 为什么 因为它希望你把东西一直放在他们家 如果你只是在上面开发完就拿走 就把它下载下来拿走 它当然就赚不到那个钱了 所以它当然希望你最好做完之后 就直接把它布在云上面 就一步到位了 所以很多东西 你会看到他们的这个布局都很长 就是一开始不是Azure就弄个云端服务 让大家白白网站上去 或是储存东西 资料库在上面 后来它当然想的越来越多 怎么样能够让你把最多的资料 跟现在当前你要用到的服务都放上去 所以它就会不断的去开发各种 跟资料有关的平台 跟AI跟机器学习有关的平台 现在当然就是跟Azure OpenAI相关的东西 它把它放上去了 再者它有提到几个安全性 或是可扩充 或是说在这个平台上的一些可靠性 这个当然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了 好 那这一页是Promaflow官方这边所提出来的开发流程 所以本来基本上其实蛮多的软体开发流程 都跟这一页写的有点像 我们先看最大块的好了 第一大块是初始化 第二大块是做实验 第三块就是评估跟校正 第四块就production产品化 对大部分的应用开发流程 就是这四大块 好 所以你再往进去 再进去再看一层 他就讲到说 第一个当然还是确定你要做的东西 有没有达成你的目标 我觉得目前有一个瓶颈 我自己看到的 就是说你在用这些大型原模型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会责怪它 并没有做出我们想要的一些好处 例如说 你可能希望它能够精准的搜寻出某些结果出来 或者说精准的从资料库里面调出什么样的资料 可是矛盾的是那些事情可能用传统的做法 做的会更好 所以这有些时候就要评估一下 或是怎么样去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所以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工具 它其实慢慢的已经把大型原模型 并不视为唯一的应用开发的主軸 而比较像是这在整个系统开发中 大型原模型可能在某些事情它有优势 你就把它用在那件事情上 那有些事情传统的做法有优势 例如说把爬虫带进来 爬虫可以帮你更好抓到资料 但是你要这件事情要请大型原模型直接去做 它可能做不好做不到 那何不两个都拿进来 个别去做个别适合的做法 所以你会看到近这几个近半年来 有越来越多的工具 其实它都是把这些大型原模型当作其中的一个环节 在做使用 好 所以我们在第一阶段初始化的时候把资料带进来 然后这边有说到建立Promp 写了一些提示 然后再开始去做各种的实验 如果满足之后 再做评估 评估一下最后的结果 如果还是有点问题 再拉回去上一个阶段 OK之后再把它部署上 所以其实这个流程应该适用于蛮多的应用开发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先看看 知道大概有这样的流程 好 那接着就开始讲到说 以我们今天所讲到的东西来讲 它大概会有一些限制性 所以我把它帮你记录在记录在那个笔记上好了 好把它写在这里 Prompflow Prompflow如果你是要用在 我前面多加一个Azure ML 好 如果你是要用在Azure的Machine Learning Playform上面的话 当然就代表说 第一个你要先有Azure的账号 你要有Azure的账号 第二个就是你要用你的Azure的账号去申请开通 Azure的OpenAI 你才能够 你才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有比较好的发挥 你至少要 第一个一定要先有Azure账号 你要有Azure账号 你才能够进去Machine Learning Playform那个平台上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没办法进到那个平台上面去 好 第二个呢 当然它其实也允许你可以去使用 就是像OpenAI 就是不只是Azure OpenAI 也包含到OpenAI本身 或是其他的大型预言模型 但是一开始目前Prompflow刚推出 所以蛮多的功能 其实你直接用Azure OpenAI 整合性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基本上会有包含这两个 好 在我们的最后一个例子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说Prompflow 还有另外一种做法 Prompflow其实有另外一种做法是它是在你的本地端 然后安装在VS Code里面的Extension 直接有一个Prompflow的Extension 有一个Extension 那你装到这里Extension之后 其实你就跟Azure 有点算脱钩啦 就是你在你自己的电脑中的VS Code 你就可以去跑这个Prompflow 好 那在你跑的时候 因为Prompflow主要还是针对大型预言模型 所以你至少要拥有任何一种大型预言模型 例如OpenAI 就是你有在OpenAI注册Developer 你有API Key的 那个OK 所以你最低要求 也许就会是像我这边所写的第二种做法 就是在你的电脑中有一个VS Code 你去装这个Prompflow的Extension PrompflowExtension也是微软自己开发的 好 那你把PrompflowExtension装进去之后 再来就是你能够有这个OpenAI 就是或是任何一种大型预言模型 当然首推还是推Azure OpenAI 但是你如果没有Azure OpenAI 没关系 OpenAI也OK 也可以来做这个使用 好 那所以目前呢 它就会分成有这两种做法 但是都需要先做一些事情 好 那我们就反正就是今天一个多小 你可以先听我讲一下 看一下这个概念 好 那我再回到这头影片上 好 头影片上其实下一页开始 其实就讲到这个Prompflow的实际的画面里面去了 所以我这边同时的对照着 把这个东西打开给你看一下 好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要先进到微软的这个网站 叫mlml.azure.com 这个网址也记录在这 那如果你能够进到这个网站上的话 第一个一定是代表说你能够有你有Azure账号 所以你才可以登入进到这个地方来 那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它的话 你第一次用你的Azure账号进来之后 好进来之后呢 它应该会告诉你说你没有那个工作区 右上角边有一个建立工作区 所以第一次 第一个你ml.azure.com进来 然后呢 如果可以登入就当然用微软账号 那你微软账号进来之后的 第一个动作 因为一开始如果都没用过 它应该会叫你建工作区 就是你这边会没有工作区 所以你要建立第一个工作区 好 去把工作区建立起来 工作区建立起来之后呢 进来之后 等于是你就可以用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中文它是翻成工作室 在这个平台上的各项功能 好 所以左边这边你看到的这四个 就对应到我们刚才说的 Nobus Automatic ML 然后Designer 跟我们现在要介绍 这个Prompt Flow 这个东西 那在这个平台上 有一开始一进来之后 有三个东西是你一定要先设定 要不然会没办法做使用的 所以我们对照一下讲义 第一个他说呢 因为目前Prompt Flow还在做 还是Preview状况 所以你必须要有 记得把这个功能打开 要不然你会看不到它 它在这个上面有个大声工 这个管理预览功能 这边点进去 这边点进去 它就有蛮多设定 都是跟Preview有关的 那我们要的是这个 使用提示流程 建置AI解决方案的这个 好 所以他这边有稍微介绍一下 Prompt Flow是什么 就是能够让你用视觉方式 的方式来撰写 这整个开发流程 好 所以这个开关要记得把它打开 好 这是你的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先能进来这个平台 第二个有工作区 第三个呢就是开始做我们现在做的这几个设定 好 第一个设定就是这个Prompt Flow这个要打开 好 那再往下呢 我们再看再下一个 好 再下一个呢就是基本上就开始去设定你有哪些可以使用到的 他这边是用Connection这个字啊 不是大致上概念上我们来看一下有包含到哪些 好 所以我就进到Prompt Flow 的这一块 进来之后呢 他刚才说的连线就是这个Connection 好 那Connection有包含哪些东西可以建立呢 我就点一下给你看看一下 好 现在这个下拉选择展开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在这个那个提示流程里面你可以用到的东西 所以它里面有包含到说Azio有做了一个叫做内容安全政策 就是它能够帮你侦测最后你要这个结果要出去之前 如果还有违反什么善良风俗啊 你希望把它再做得更严格的话你可以去用这个Content Safety 不过我觉得目前就是已经已经挡了忙已经挡了很多了 所以一般是应该不需要再再继续挡它 除非你有特别特别保守的地方需要去做一些保护的话 你可以再挂再把这个Content Safety挂上来 好 再来这边就是Azio的OpenAI了 所以呢 你如果没有先做这个连线的建立的话 你会待会再兜这个流程的时候 你会没有OpenAI的权限可以做使用 你可以把这一块连线的这一块有点像是说 我申请了很多服务 那待会再兜流程的时候我要用到它 但我不需要再去打那些APIP那些东西 就这边打一次就好了 一次性的设定在这个地方 那这边设定完成之后呢 待会再用做那些流程的专案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再去管那个APIP的事情 你就不用管它 你就是这边做一次就好 好 所以它可以让你在这边增加Azio OpenAI 它也非常大方的 OpenAI也是OK的 另外它又主推的像他们在Azio上面有一个认知搜寻 它有自己做了一个搜寻的东西提供给你来做使用 所以你也可以考虑 如果你本来就有申请这个服务 你当然可以把它放进来 最猛的当然是这边有一个Custom Custom就是无所不能 所以你什么东西想要把它加进来 有一组APIP的 你都可以直接透过这个Custom 直接把这个连线把它塞进来 所以它保留这个Custom 其实就等于是什么都可以加了 那一般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加这个Azio OpenAI 或是还有OpenAI 或是你有做Google search 或是你有申请其他向量资料库的APIP 你可以在这个阶段先把它设定进来 所以你设定进来之后呢 当然待会在兜这个流程你要用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好 这个是连线的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那在连线的兜的过程中 如果你有一些 比如说 那个不知道那些APIP的东西怎么打的话 那Azio自己本身有另外一个网站 叫做Azio OpenAI的Studio 那在Azio OpenAIStudio里面 你可以查得到 例如说我要把一个Azio OpenAI加进来 里面有包含到哪些的属性 那些APIP的值 end point的值 都可以在Azio OpenAIStudio这里面可以查得到 好 那最后一个在开始做专案之前的设定 就是这个了 执行阶段 执行阶段是一个有点 听起来有点抽象的名字 概念上来说就是你在云端上开的主机 不论你开一台或是多台 他都是用这个名称 就是叫做执行阶段 好 那你建的这个执行阶段 就比方来说 给你看一下 好 我这边执行阶段 好 我这边执行阶段 是不是已经有开了一台机器 就在这边所写的 有一台四核心的28GB RAM的一台机器就放在那边 那目前是开机状态 开着Running 这个Running就代表说 其实你如果平常没有用到它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停掉 那你如果正在Running的话 就代表说它会用一小时机费 开多久 每小时会收费 那你如果把它停止的话 停止还是会收费 会收比较少钱 会收一些跟 就是这台机器放在云端上 所占的空间 网路频宽 储存体相关 还是会收到一些些的费用 所以在云端上用各种东西 你都要小心 最好定时 定期去观察 你目前的这些用量的分析状况 就是有没有哪边在漏水 没有在用的水龙头 就把它关紧 要不然你就会 就会看到很多费用会产生了 那当然Azure就希望你有一台主机一直开着 拿来做使用 就像我现在这边这样 就有一台主机开着 这台主机就是 每小时会去收钱这样 那你要让这个Promoflow在Azure平台上 就是要有这些基本要件 就是你要有一台主机 至少在待会你要执行下去之前 你要把它开机 要不然你会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执行的动作了 好 这个是大概在最前面 你Promoflow要做的基本的一些设定 大概都在现在目前为止 这边介绍到这 好 接到这边之后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流程里面来看 我们流程第一个部分已经完成了 就是我们把Promoflow相关的一些基本的特性 然后还有你要用Promoflow的话 你需要有的东西 就是像刚刚说的 最建议的做法 当然就是登入到Azure的Machine Learning Platform里面去 并且你有Azure OpenAI 这样是最好的搭配 你就可以开始做下面的各个例子这样子 好 那不论有或没有没关系 我就带大家开始来看第一个例子 网站分类的这个例子来准在做什么 好 所以你一样可以对应的点这一份投影片打开看一下 好 你可以看一下这份投影片 好 那我就画面就从投影片里面继续了 好 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一个例子 这边第一个例子讲到的是做什么 网站的分类透过Azure的Promoflow来做实现 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专案的这个目的 专案目的就是说 我们想要知道这个网站 它应该属于哪一种类别形式的网站 电影的 学术的 个人的 就是一个网站 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网站清单好了 然后我们想要把这些网站做分类 然后设定了一些类别的项目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个分类的动作 一般可能是有一个人去判断 看看这个网站的内容属性相关的资料之后 决定这个网站是比较偏学术的 这个网站可能是娱乐相关的 或这个网站是特定的目的 商业型的网站 好 那我们现在想要利用Promoflow来做这个题目 所以他说到 我们会在过程里面呢 组合使用这个大型元模型去做几个功能 第一个呢是希望利用他来帮我们做摘要 就是网站的描述可能很长 所以我们请大型元模型帮我们稍微缩一下 变得比较短的摘要 再来呢我们要举几个例子 你要让他能够有好的表现 其实最好的做法还是有点像传统的 自己学习概念一样 就是你要有过往的资料嘛 那在大型元模型时代里面 你要有过往的资料 其实最 简单的做法当然就是举例 就是在你的提示中要多举几个例子 让他知道说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他可以依据这些潜力呢 来做推理出来的效果 就会比较好一些了 好 那 一个网站分类呢 算是在Promoflow里面的第一个 样板也就是说他提供给你做第一个示范的例子 所以你可以直接从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里面 就可以找到这个Web Classification的 这个项目来做建立 好 所以我这边同步的就回到网站上 好 回到这边来 然后呢 我就从Promoflow这边进去 好 然后按下 左上角的这个建立 从这边进来 从建立进来之后 你就看到他在这个平台上 他允许你建的几种流程 一跟二其实是差不多的概念 一比较像是说 就是我并没有要请他去做出一个聊天框出来 让我可以直接去做互动 那你可以选择一 一就是 反正你之后可能也是要接到网站 然后是其他地方去 所以就会用一般的标准流程 二的话就是他会顺便的帮你带出一个互动的聊天界面 来让你方便做实验 所以当然 如果你希望有一个感觉起来做完之后 他还是维持一个聊天的状态的话 那用聊天流程来做建立 当然会觉得比较有趣一点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功能评估流程 这个就比较少用到 好那你看到下面这边 从资源库建立的这一块 其实就是他目前有的各项的样板 你也不一定要从这个样板 你当然也可以 上面这边就等于是从头开始的意思 就是他可能只有放一两个流程 你剩下的都要靠自己堆上去 那一开始我们通常都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用 所以他就举了很多的sample 在这下面 像他这边有这个 esk wikipedia 就是他帮你兜书 你怎么样跟维基百科整合在一起 那web classification 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例子 然后这边还有其他的几个例子 像这个问答 用什么样的资料去做这个问答 这个就是我刚才在投影片 接下来想要再举的下一个例子 那我们就从web classification的这个点进去看一下 所以他这下面有两个按钮 第一个是检视详细资料 检视详细资料 其实他这边就等于是这个样板的简介了 他会在这边告诉你说 这个样板大概在做什么 他就像我刚才投影片的介绍 告诉你说可以透过他来帮你去做网站的分类 那再来的这一页描述通常还有一个作用 我们就是如果有一些什么要预先准备好的东西 他会告诉你 比方来说他会告诉你说 因为这里面会用大型语言模型 所以你最最最少至少要见了Ager OpenAI 或是OpenAI在这里面 你才有办法去待会去兜这个流程 好 那我就直接先往下点 所以就按下这个复制 Clone 所以他比较有点像Github一样 Clone一份 那他后来之前他没有这一页 是后来最近才改的 好 所以这个工具因为现在还在preview阶段 所以我觉得他常常会一些奇怪的变化 就我前阵也遇到他的bug 好 那他现在就告诉你说 他会帮你储存下来 储存的时候 还有先帮你定了一个资料夹名称 以前这个东西没有秀给你看 但是现在他可能可以让你自己去定义这个资料夹名称 不过没关系 我就用预设纸就好 按下复制 好 按下复制 他基本上就是用这个样板 先帮你把这整个流程都建出来 现在这个画面其实就 这个样板已经就被你建立起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就是说画面如果太紧 左边这一块现在暂时比较不会用到 所以你可以按这个汉堡选单 这个按一下 好 这边就缩起来了 缩起来之后 画面简介一下 就是他分成左边这边就是你可以设定的每个区块的输入值输出值 或甚至包含到细节 例如说像这个区块其实就是他示范的sample code 直接程式码其实就看得到 就是你要改这个程式码也可以直接去改 那各个区块的输入输值就摊在这个地方 那你当然也可以自己再稍微调整一下你想要的比例 OK 好 那再来呢 右边这边你会看 我把他拉过来 右边这边你会看到的这边呢 就是他的关键特色 Promo Flow 就是他可以让你看得到这整个流程里面有包含到哪些区块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几个区块 并且哪个区块接下来是哪一段 他就直接在这边秀给你看了 好 那再来呢 你会看到的东西有包含到说像 再来你会看到的东西呢 就是呢 上面这边有个执行阶段 这个执行阶段就是你待会要用哪一台主机来run 这整个流程 这边有个执行按钮嘛 所以你在你在兜的过程中 如果你真的要很省的话 那个主机兜的过程中还可以先不开 然后呢 但是在你要跑执行之前你要先把它打开 就确定他是running阶段 running的时候你这个执行才按得下去 好 那我现在可不可以直接去按这个running呢 还不行 还差什么动作呢 就是你第一次要去run一个Promo Flow的时候 你要去看一下 除了他像这个样板里面已经都好的这个流程之外呢 他哪边有用到大型语言模型呢 像这边这个 那个摘要这一块 摘要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到这个是大型语言模型嘛 所以呢你必须要有让他有任何一种连线 所以他连线的概念就有点像是去呼叫某一个大型语言服务的API的那个意思啊 所以例如说我这边有开了 这边有开了 好 OK 主持人可能要帮我关一下 就是好像有人不小心开到买 对 好 那我进去 呃 主持人帮我关一下那个 那个 好 稍等一下 那个好 对 并松吧 好 OK好 谢谢 好 那这边点了这个连线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进去 好 他就问你说你这个连线底下你有哪些已经部署好了大型语言模型 好 例如说我这边的这个A9 OpenAI我已经部署了有GPT3 3.5 Turbo 然后GPT4 然后GPT4还有32K的这三个模型我都已经有部署在这个A9 OpenAI上了 所以我就可以自由的挑选我这一次的呼叫说要用哪一个 例如说我先从GPT3.5 Turbo这个开始来做使用 好 所以我这边就停在这个选项 好 再往下看呢 他下一个阶段有做一个分类 在这边classified with LLM这一块 这边的这个区块 这一块 所以这一块也是有用到大型语言模型的 所以我就要先告诉他说 我这个要用的时候会用到哪一个大型语言模型 所以我一样就先告诉他说 我用到A9 OpenAI 那我一样先选GPT3.5好了 OK 好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 这两个阶段会用到大型语言模型 所以我就先把它勾起来 然后按下执行 这边 好让他去跑这样子 好 这个跑的过程中呢 他其实就是会用到 你刚才不是开了一台主机吗 他就会用那个主机去跑 所以你要确定有一个主机有挂在这个执行阶段上面 让他可以去跑 那如果你有多台主机 当然也可以在这边可以选不同的主机来跑 所以这个主机当然也会影响到他跑完这整个流程的时间 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我就已经算是跑完了嘛 对不对 像这样子 整个跑完之后我们来看最后 我们看头跟尾好了 最前面这个头就是他有示范放了一个网站的网址 然后呢 结尾呢 就在最下面这边有一个output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检视完整输出来看这个output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最上面放的那个网站 应该是application应用程式相关的网站 在最下面这个是结果 好 那我们对照一下头影片来看一下 目前我们正在讲的这些东西 好 所以你这个头影片你就留着 就是可以 如果你有申请到A9资源的话 你可以再拿来玩看看这里面这些流程 好 所以我刚刚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这边已经把web classification 这个专案建立起来了 然后呢 我也确定我设定指定阶段了 好 然后我也确定我有这边有两个是跟大型员模型有关的区块 他们的连线我都有把A9OpenAI还有我已经部署好的模型都已经挂上去了 好 都挂上去之后呢 我就可以观察是不是有出来一个最终的这个结果 好 那这个最终结果出来之后呢 我们第一个 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第一个先确定就是它的样板会不会动 因为刚这个东西还在preview阶段 所以我通常都是先不改它 我先确定它样板可以动 它可以动之后再开始来做内部的了解跟微调 好 所以呢 再来我就确定这个这样板是OK的 顺利可以跑了之后 我就回头来看一下 它这整个流程到底在做什么 它流程就是呢 最上面的这个input你可以输入一个网址 所以这个网址输进去之后呢 再往下它做什么 它是不是写了一段爬虫程式 去捞那个网址里面的内容 把它捞出来 捞出来之后呢 再把这个网站资讯交给大学模型 因为一开始网站资讯可能很多嘛 所以它就把它缩减成短一点 100个字以内 好 缩减完之后呢 它右边这边又准备了 又写了一支拍照 里面呢 去做什么 它准备了很多例子 就是这样的描述 应该就是什么什么网站 什么分类的网站 这样的那样的描述就是什么样分类的网站 所以呢它做了这样的对比之后呢 把这些例子 跟目前的这个网站的摘要 送去给大型原模型 作为提示 所以下面这个大型原模型 拿到了之后呢 它就可以作答这个题目 拿着这个当前的摘要 跟过往的这些举例 然后呢 最后其实就是小事情 就只是转换一下格式 然后就把这个结果吐出去 所以这个转换格式 当然可以是你的需求 比如说你希望它写成什么样子 你可以在这边在最后转换完 再去把它凹破的出去 所以你刚看到的结果 就像这样的啊 是不是你一开始输入一个网址 它上面已经 它预先帮我们打好了啊 然后呢 产生摘要 摘要完成之后呢 再做分类 分类完成之后 最后面呢 再转成一个最终的结果出来 所以比方来说 如果我拿这个 themoviedb.org这个网站丢进去 因为其实网站光从名字 你大概就知道它在做什么 就是它是做 就是很多影片啊 相关的资讯收集 好 它的摘要就变成像这样的一段 那我请它分类完之后呢 它就 的确是判断 它是movie的 这类型的网站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实验好了 我们来实验看看 最上面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可以输入 一个网站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那个输入 哪一个网站呢 那我们就来输入台湾的网站 看看它判断 我也没特别该举例 我们就直接考它看看好了 好 例如说我把EEE的网站放上去 嗯 看看它会认为EEE的网站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 这个我没做过 就是现场live demo 我们来试试看看 好 那其他分类举例什么都不动它 我们就先 虽然它的例子大部分都是美国的 那我们就来丢看看 来跑看执行 到底它会认为 这个大型模型做完摘要之后 它会认为EEE是属于哪一个分类的网站呢 我们就让它来整个跑看看执行 看看这个结果 所以你看你套样板 其实我目前没有改扣啊 如果只 当然就是 就是一样做网站分类这件事啊 好 它跑完了 我们先看结果好了 我们先看它 它认为 我看它 它摘要是中文的哦 OK 然后呢 摘完之后 咚咚咚咚咚 最终的结果在输出 它好像看一下 哦 那就是代表说它目前的举例里面 好像没有这个分类 就它可能分不太出来 因为我看过它的分类里面 大概有包含到就是应用程式啊 学术的电影的 就它其实举例还举的太少 所以它分类分不太出来 OK吗 它分类分不出来 好 那如果比如说假设遇到目前这个状况 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下一步其实就是要去这个 prepare example这边啊 我们看这边 这一块 这个区块里面 它是不是就是举一些 这个网站的内容是这样 它就分类叫application 这个网站长这样 就分类成channel啊 这个分类成academic 就是这个是放很多论文的那个网站嘛 然后呢 这个就是其他类的 就是它不确定的 它就最后有个分类叫num 所以如果我要让一一这个应该要出现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在这里面举一些 跟人力资源或找工作相关的网站 在这个example里面 让它学会 所以你有多举那些例子之后 它就会发现到 这个可能是比这个num更适合这个网站的分类 它就会分进去了 好 那如果要修改的话 就是要从这边去做修改 好 那我先 我们先来再看一下 它其他段程式码做的好不好 比如说这一段程式码 它的目的 其实就是去到那个网站上去捞摘药 它真的有做这件事情吗 有吧 没骗你们吧 对不对 它是不是真的有到人力行的网站上 去把这一段的内容 就是这个网站上找到了一些资料 把这些资料摘要拉出来 所以呢 你才会看到中文的 对 它是不是有把这些中文的资讯 都有捞出来 在你现在眼前 最后呢 它经过了Samurai这一段 我们看Samurai这一段 Samurai这一段 你看它做的时候 它还顺便有 把这些就变成 你看Manpower Bank Java Search and Recruitment 它有变成这一段英文字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一段 它最终是把这一段英文字 塞过去请大型语模型 去做摘要的 好 所以这个是做网站分类 看起来的概念上 像这样 好 那我在用头影片里面的 再往下告诉你说 这个例子还可以再玩什么东西 好 比方来讲 你今天在做这种流程化的东西 你一旦这个流程确定了 好 比方来讲 假设我们要做更多中文类的练习的话 我们应该是要多举一些例子 在刚才那个举例 那个区块要再加强一下 接着呢 你要让这件事情 发挥它的效果的话 最好的做法 当然就是大量使用 所以怎么样叫做大量使用 就比方来讲 你现在这边所看到的 我可能有很多很多的网站 假设我这边有个很大的清单好了 那我就把它先写成一个CSV档 然后呢 这个清单里面就是写着某一个网站 后面这个category就是看 假设你今天真的是 本来有一份资料 已经有人写过了 或是有过往的历史 你想要测试这个大型模型的话 你会有后面这个东西 movie profile academic 但如果你是你完全也不确定的网站 当然你就没有后面的这一段 那有跟没有的差别 就是能不能够请 这个Ager平台来帮你做评估 如果没有的话 他当然没办法去帮你对答案 那如果有的话 就假设你有这个历史资料 或是你想要请大型模型 再度的double check验证的话 你就可以把后面这个category 也摆上去 OK 好 那假设我今天有很多网站 我就先做成一个CSV档 做成CSV档之后呢 再来就是如果我刚才那个流程 是已经确定下来的话 我就可以按下这个大量测试 大量测试之后呢 把我这一支CSV档丢上去 所以丢上去之后呢 他就会帮我去把这整个流程run完 就PPR去把所有的那些网站 把它跑完 但你在跑的时候呢 他这边有告诉你说 就是我刚刚讲的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呢 如果我刚才有标第二栏位 有category的话 我可以去选这个谈评估的大量测试 也就是说他有办法帮你去对答案了 那如果我本来也就不知道答案了 那我就可以选另外一个 就是单纯让他去把结果run出来就好 好 那如果你有像刚才一样有答案的 你就可以在这边设定一下 告诉他说 我有一个标准答案 可以让你去对 躲在刚才那份资料里面的category那个栏位 那接着就要对应到最后输出的时候的category 请你帮我把这两个拿来做比对 看看这个结果 那比对的时候呢 他这边有告诉你 他有一些不同的评估方法来让你做选择 但基本上就是跟分类有关的这些评估方式了 好 所以呢 如果你有标准答案丢进去跑 跑完之后出来的结果 就像你现在这边所看到 他会有个评估的 跑一个报表出来 输出这个结果 代表他已经把所有的网站做完了 摘要请大型原模型再做分类 分完之后最终的结果 你会看到一个成绩单 会有个成绩单 这个成绩单就会告诉你说 他这个选项选的是对的 还是他这个选项有选错 在这个地方 那就会有一个正确与否的这个选项 在最后面 好 所以这个批次做的这种做法 当然在你的大 如果你有大量的资料 然后透过这种方式来做 然后你又有一个很复杂的流程 等于是你有这个流程的架构做好 这个管线放在那里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批次执行 去大量的去跑 做相同的事情 最后再开开心心的看报表就好 OK 等于是说你这个功夫就做一次性 就把它建立完成了 好 所以这个算是第一个例子 先让大家稍微看到一下 大型模型里面 可以拿来这样综合的应用 你看他其实不只用大型模型 他用两次摘要跟分类 但是更好玩 他前面再去兜爬虫 然后再来就是旁边 再包含到你要做一些举例 所以另外再兜一个区块 来做这个举例的动作 等于是综合的在做 这样的一个应用了 好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虽然并不一定结果会 就是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 结果不如预计 其实蛮正常的 第一次跑的东西 其实很难去预计结果 但是重点是我们要知道 怎么去改善它 所以我们知道说 假设我今天这个结果 他不认得 所以他不认得的下一个动作 我就是要去 例如说调整这个 prepare example这边 能够让这个结果变得更好 就是你要举更多相关的例子 要不然当然他的分类 分不出来你要的这个效果 OK 好 那这个是 对还是时间过好快 8点6分 那这是第一个例子 介绍到这边 那我很快的再秀一下第二个例子给你看好了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例子 尽量讲 知道 好 秀一下第二个例子给你看 客制化资料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例子呢 基本上应该是我开始觉得pormflow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从这个sample开始 因为我做完之后发现它的效果还蛮不错的 所以我继续的想要去了解pormflow更多 我是从这个例子开始 这个也是它里面的其中一个样板 然后实测效果也都蛮好的 我利用它做过了好几个例子 出来的结果都还蛮不错的 所以在这边也推荐给大家做使用 ChairGPT加上特定资料的来源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今天有个目的 我们想要 如果你过往去问ChairGPT某一些问题 最新的新闻 公司的产品 他当然一定不知道 或是特定的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或是有一个题目 他有一个很特定的答案 你希望他能够回答出来 这类型的东西 他当然其实基本上 ChairGPT都 ChairGPT比较适合答的是 比较广泛式的答案 比如说你问他 怎么样读好书 这种其实我觉得他的答案 应该算回答还蛮不错的 但你如果问他一些很特定的商品资料 相关的这些东西 他可能没有办法回答出一个 你想要的这个结果出来 好 所以就比方来说 我这边所举例的 我直接去问他一个问题 他其实可能会乱产生一个奇怪的答案 比方来说 我问他行动开发学院的这个联系方式 然后他出来答案就很奇怪 就是其实他根本是完全乱走的 例如说这电话 0212345678 电子邮件 就是也这个电子邮件是假的 就不存在 然后中校西路一段100号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答案 就是都很奇怪 好 那在这个都很奇怪的状况下的时候 我就要开始利用当前的这个方法 Promer Flow的这个方法来改善这个问题 好 那我该怎么做呢 好 第一个动作呢 其实目前他这整个流程的做法 其实就是要透过向量化的资料库的查询了 好 所以我这边先有举一个例子 就比方来说我现在有一些公司的资料 类似像我们现在这边所看到的FAQ 好 所以我们来秀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好 比如说我先把了一份问答的问题 把它贴在这个网页上面 好 待会这个网页就是要让这个一个程式码去抓进去 吃完之后把它变成向量化 好 所以比方来说我这边有一个网址 我把这个网址 讲义上有不过我先帮你把它记录在这边 好 那我们把这个网址点开看一下 好 这个网址点开之后你会看到的这一支程式码 那这是一个Python的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其实就是要帮助你去把你原本的资料变成向量化 它会最终做完之后它会产生出两个档案 一个叫做index.face 一个叫index.pkl 所以你看到这边呢 比如说你这段程式码拿去用的时候 其实它这边要做的几个设定 第一个设定就是你要请它去抓什么地方 某一个网域底下的哪几个网页 你就把那几个网页列列列列列在这边 所以可以抓很多个资料 就比方来讲我最近其实利用这个例子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把 比如说我把某个国中的国文课本 然后把每一课都做成一个网页 这样把它塞进去 然后接着我就让它把这五课的课文全部吃进去之后 接着我就可以跟JSGP聊课文的内容 就是全部都已经吃进去了 它就会去做搜寻比对 然后它竟然可以从那些课文里面来回答 我想好奇的这些问题 可以做出像这类型的教育型的应用 好 所以你把这个变成你要的资料的来源 跟各个例如说可能有好几页的网页 就列在这个List这边 再者你要去做一个修改的地方就是 它其实这个转换的动作 它会用到的东西是那个 就是Test Embedding 就是你看它会需要 需要那个Embedding的这个OpenAI的东西 的模型 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去告诉它说 你的OpenAI的模型的名 部署的名称 EnterPoint 还有你的API Key 大概就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改完之后呢 其他你大概不需要动 它就可以去帮你去做到 就是转换成像样资料库的这个动作 那你最终就是会伸出两个档案 就像我们刚才简报这边所说的 最终会伸出两个档案 index.face跟index.pkl 这两个档案 这两个档案伸出来之后呢 你还是要再找个地方放 就要有一个网址 就比方来像我这边是有给你看的 我给你看一下放起来的感觉像这样子 例如说我这边有一个地方 我就让它去放这两个档案 index.face index.pkl 所以这个网址待会要提供给 那个在这个palmflow的流程里面 你会用到它 这样它才有办法利用这个东西 来去帮你回答问题 好 那我就也把这个例子展开来看一下 给你看 好 如果你要从头键的话呢 一样就是点这个建立 然后呢 在这边的我用的 这边有好几个类似的 那我用的是这个 Q&A with your own data using face index 这一个 我用的是这个 好 然后从这边复制开始 你就可以从这边开始做 好 那我直接拿一个看一下 这个看一下 我直接建议给你看好了 好 比如说我这边按建立 然后呢 点这个一样 我们先检视详细资料 像我刚才的那一段程式码 其实呢 也是从官网的这边的这个link 开始说修改 稍微有动了一些些地方 但你也可以参考这个原始版本 好 然后按下这个复制 好 去把这个project建立起来 好 那因为它其实常在改版 所以通常一键完之后 第一个动作 我一定也是一样 先把相关的权限设定完成之后 按一下run 确定一下当前目前的程式码可会跑 好 例如说 它现在这个generate embedding这一块 所以你就要有对应的权限 好 例如说openAI底下 也有建了一个test embedding的模型 这样有部署完 这样我才可以去做使用 好 那这个建立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到这边 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 回答问题的时候 这边也会需要那个openAI 好 所以我这边一样先用gpd3.5 好 这两个地方要做设定 其他的呢 他预先已经有帮你举了一个例子 你看他放在Ghub某个地方 一样有放的那个档案 好 然后他也 最前面他有先问了一个问题 好 所以我们就先用他的 先用他的来跑一次看看 好 看看是不是能够顺利执行 那他能够顺利跑之后呢 我再把它换成 我现在我当前 想要示范给大家看的这个例子 好 好所以几个前提嘛 就是你看像以这个来说 他同时需要两个模型 一个是embedding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gpd3.5或4这样子 好 顺利绿色就是执行完成 那如果有问题他会亮红色 并且告诉你说 他是当在哪个区块坏掉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完整 最后的这个output 他的output 对 他最前面问了一个问题 所以他这边就是等于是那个output 在回答这个问题 好 所以我确定他的这个流程 应该是OK的 没有问题之后 那我就可以开始来修改了 例如说 我先 我先把他的向量资料库 在这边 lookup的这个路径 换成我刚才 放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路径 好 例如说我产生的路径 我产生的路径刚才放在 这个吗 对 这个 好 我把它先换成我自己的路径 好 我就把这个换掉 换成我的路径 好 那现在变成我的资料库了 所以呢 就代表说我最上面可以去问我 我的资料库相关的问题 好 我这是再问同样的那个问题 解决白发学院的延续方式 然后呢 再按下run 让他去跑 好 所以你看他这个很视觉化 左边那边你都可以看到 这样就全部跑完 对 跑完之后呢 我就先拉到最后面看这个结果 跑的有没有正确啊 OK 好 没错吗 所以他有找到行动开发学院的联络方式 在官网上我其实只有留email 所以他这边有留了一个email在这个地方 OK 好 所以看起来这结果是正 就是比直接去呼叫去GP得到的结果是好的 好 所以当然前面你也可以看得到 他的确有从我的这个网站上去捞出资料 那么捞出这些资料 然后呢把它塞到 捞出最接近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 但是他我觉得他捞的有点多了 捞出来之后对比完之后呢 再请这个ChairGP去把这个答案 有点是 有点像是有一个人 他在你考试之前 先去看了你的题目之后呢 他去把这个答案从课本抄出来 抄出来之后呢 拿到你眼前 接着这时候考官再问你那个问题 你就是看 看ChairGP等于是以前他完全瞎掰 就可能会达出你没办法预期的答案 现在你是看着这个小超再稍微加油添触一下 所以出来的结果 当然就比较会接近你所预期的这个状况 好 所以现在有蛮多的大型的模型的客制化 都是走现在这个路数 就是我现在讲给你听的这种做法 那我们再从投影片里面再 recap一下 刚才这个流程 好 这边就是刚才所做的事情 然后你全部做完 对 做完到这边看到这个结果 那我们再看一次这个流程好了 这个流程 所以我觉得Poundflow另外当然也有一个优点 就是有些时候你如果一堆扣塞奈 突然要改就是不太确定哪一段 但是你有看这个流程 有的时候我是在这个看这个流程过程里面 就突然发现到 这样做好像会有问题 前后调换一下会更好 透过这个流程其实可以帮助你比较宏观的去检视 这个大型原模型客制化这个过程 好 所以它的流程就是使用者问题来了 我们先把它就这边像量化一次 General Embedding这边 Generate Embedding 产生这个embedding在这一段 就是利用你的embedding模型去把问题像量化了 像化完之后 Lookup就是去到你原本准备好这个像量这条库 所以你的问题也相量化了 资料库也相量化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去用做这个Face Index Search 去找到最相似的内容把它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再把它转换成比较适合 放在提示里面的格式 我觉得它通常都是一段content 一段什么reference那种东西 去把它整理好之后 再塞进去大型原模型的提示 所以就让它带着小超上考场 所以它带着小超上考场 这一次大型原模型就考得好了 所以它就可以把这个比较好的答案丢回来给你了 OK 好 所以你透过这个方式去做 其实很多问题应该都可以试看看 就像 就是说你把几个娱乐新闻的几个新的网页丢进去 像我这边做过的一个题目 问他这个杜德伟来台湾穿的球衣 你直接去问雀德伟 可能会得到类似像这边所讲的这种答案 就他不太确定 但是你做完刚才那一套东西之后 再去问他 他其实就很笃定 因为他手上拿着小超 手上拿小超去看的时候 他就直接告诉你 就是兄弟队的球衣 八号球衣 然后还有一些新闻的来源 都可以再告诉你 这个补充说明 他都有办法答得出来 原因其实就是他做完了前面的那个动作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有蛮多套类似的工具 做的事情差不多 大概现在蛮多都是走这一逛 所以说向量搜寻完之后 搜寻完之后再把这个东西融入到提示里面去 来做 好 那这个是第二个举例 好 那最后还有十分钟吗 应该来得及 好 还有十分钟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English Storyteller这个 这个例子呢 我就想要带大家玩一下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我这边举例的方法会稍微改一下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Powerflow有两种做法 一种就是你有Ager的账号 有开进去那个ml.agio.com 有开工作区 那并且你有申请Ager OpenAI 你应该就可以透过刚才的方式 就跳进去可以来做 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微软的话 就是你想要用它 但是你又不是那么微软帮的人 你可以用我现在说的这个做法 就是VS Code 然后呢在里面装Promflow的Extension 然后也可以来做类似的这件事情 好所以我们就从 一样我先从讲义这边带你看一下好了 好 那我这边想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英文故事的生成 就是基本上就是比较是修改一点点提示而已 然后呢 但是我们试讨一下这个流程怎么来做 所以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先有VS Code 少写了一页 先有VS Code 有了VS Code之后呢 在VS Code里面去装Extension 那其中有一个Extension就叫做Promflow for VS Code 那我们就来看 直接看一下画面 好 好 那我现在画面这边打开的这个就是VS Code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旁边的Extension 里面呢搜寻Promflow 那你就找到这个Promperflow for VS Code 然后去把它安装起来 这样子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它是600多 所以这还蛮新的 你看现在也还没破3000 对 这个还蛮新的 好 那你就把这个Promflow装起来 好 那你装起来的第一次有几个事情要做设定 看一下 你第一次装完之后呢 你的 因为这个Promflow其实是跑Python的 那个开发环境 所以你要在你的Python开发环境里面 记得要去装Promflow跟Promflow tools 这个东西 好 在过程里面我们会看得到 好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对照讲义给你看一下好了 好 第一个部分是要先装Promflow Promflow装完之后呢 它这边告诉你说 一样其实跟刚才那个A9的流程有点像 因为他们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 好 那在你的这个VS Code的Promflow extension里面 你要去设定Connection 就跟刚才一样 所以这Connection的选项也跟刚才一模一样 就你至少要有A9 OpenAI或OpenAI 好 所以我猜可能比较多人有这个 所以你可以去设定OpenAI的API key进来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稍后 你才有办法去写下面这个专案的这个内容了 好 那我就直接带大家 来做一下这个内容 好 所以首先呢 它说 你要先在你的电脑里面 建一个资料夹 那我直接在这边建好了 档案开启资料夹 好 那就是说我想要在这里面建一个资料夹 空的资料夹 建一个空的资料夹 按打开 好 现在是全空的 没有东西的一个专案资料夹 好 那再对照一下讲义 它跟你讲说 你选这个资料夹之后 因为你刚才有装完Pump Flow 你会有一个功能 滑鼠右键会多这个选项 New Flow in List Directory 好 那我们来按看看有没有 好 这边右键 第一个 New Flow in List Directory 它直接改到你这个选单了 好 所以你就点这个New Flow 好 点了它问你说你要哪一种格式 不建议选1跟2 因为1跟2是完全空的 那你的引导上会很少 所以建议至少是从第3个开始 你会比较知道它到底在干嘛 所以就直接选这个Trade Flow 这个 好 点这个下去 好 点这个下去之后 其实它目前出来的画面 它稍微比较进阶一点了 所以它会直接让你看到原本的Source Code 那其实这个Source Code 你在对照到刚才的那个网站 就是你在原本的 例如说你在刚才的这边 这边可不可以看到像刚才那样的完整的Source Code 其实答案是可以的 就是你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原始档案模式 所以你切换到这个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到像刚才VS Code里面看到的那个画面 好 那我现在就用VS Code来做继续往下做示范 例如说我切出来到这个画面之后 第一次看到可能会有点傻眼 如果没关系 它这边有一个选项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这边有一个Visual Edit 你就点它下去 好 它就长出跟刚才那个很像的东西 对不对 就是分成 右边有一个流程 然后呢 左边就是可以让你去设定各个区块的这个画面 就再度出现了 好 所以 第一个动作还是一样 就是先测试它会不会动 好 所以我们就先往下看 好 它的做法其实跟刚才那个VS 在那个 Azure Machine Learning Platform一样 还是你 要这边它多一个金探号 告诉你说你这个要先选 所以你还是一样要先设定Connection 就是说我一样用Azure的OpenAI下去跑 然后呢 一样它会问你说 你要跑哪一种模型 就是说先跑GPT 3.5 Turbo好了 好 这两个设定完成之后 目前看起来这边应该就没有bug 没有错了 但是它其实是最一般的 就是直接去呼叫大型模型而已 所以我就直接跑这个结果看看 好 那互动模式比较好玩 所以你就选互动模式 它会去拉出终端机 然后直接变成像这样的画面 好 那你就可以 你就先把它当作一般的TradeGPT 我们先测试它是不是可以正常运作 How to get a good job 好了 我们是人力银行专场 好 看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一般TradeGPT模型 它就跑出来 它就告诉你说 怎么样找一份好工作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专场 然后建立专业的履历 然后呢 Network 有一些多一些朋友 然后去申请工作 准备interview 还蛮合理的 这些的确都是原本的TradeGPT模型会做的事情 好 那你要怎么样让它变成专属于你的特定的模型 关键当然就在于说你要去修改提示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修改提示的这一段 所以它是不是这边有一个这个模型的Pont在这边 TradeGinja2的这个地方 然后你可以点下去 点下去这边它就可以让你去直接去编辑你这个模型 你希望它能够回答的内容 好 所以在我们的讲义上它就告诉你说你可以去修改就是这边 第一个设定角色 它本来是一个小帮手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改成说你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段换成是很会说故事的人 然后呢 再来呢 下面这个就是让它反复的会重复 会等于是会记住过去的历史 对我们现在当前的例子来讲 当然是比较没有什么差异性 因为我们待会只是希望它去说故事 所以我希望它说一个300字以内的故事 请它说短一点 等于是说使用者只要打一个关键字 那我这边呢 我们背后偷偷在提示这边加工 所以我们加工的过程就是在前后呢 去把它加上说 你可以说一个故事跟什么有关 然后把它说的短一点 然后但是不要太多这样子 好 那我改完了这段内容之后呢 首先我先把原本的这个执行过程 Ctrl 7停止 停止之后我们再回到原本这个流程里面 按下ROM 跑下去 一样Interactive Mode 好 好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再输入一个关键字给它 例如说 我想要听什么故事呢 我想要听跟熊有关的故事好了 贝尔 我就打一个贝尔给它 好 我打一个贝尔之后呢 它是不是开始蹦故事出来 对不对 它是不是就开始咚咚咚咚咚咚 跳出一大段故事 但是这段故事好像没有被说完 因为在这个地方就停掉了 因为我们请它说大概300字的故事 可是你刚才在这边Max Token这边我刚没有特别设定 所以就是说Token这边我把它改大一点 故事加提示 所以我可能改个350好了 我把它改个350 然后再把这一段断掉 断掉 然后呢 再去跑过一次 互动模式 好 然后呢 再讲一样的故事好 贝尔 当然你每次问它都不一样哦 这故事会不太一样哦 好 所以你现在在跑之后 这次故事有说完了 对不对 这故事有说完 因为Token给的够多了 所以它故事加提示的内容 有缩限在这个范围中了 好 就有把这整件事情做完 好 所以大概利用今天的 有一满的一个半小时 去举三个例子 加最前面Promo Flow的介绍 主要不论你手上有没有这个工具都没关系 就是你应该可以透过听的方式 至少可以知道说 这个东西大家在干嘛 就是可以整合很多大型原模型进去 再加上你如果过去 有一些拍上的程式区段 那个片段 你可以把它一并合进来 再者就是它可以很视觉化的 让你去看到这整个流程的兜件 这样子 好 这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做的分享 所以大家讲义就留着 然后这边我的email也留着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 那个会后可以再跟我做讨论 这样子 好 好 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 真烟火放起来 感谢Ren老师 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 怎么讲呢 非常充实啊 这是一个半小时的满满毫无人场 所以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我们今天的QA 我们就先不进行 但是呢 我想大家会在什么时候 会需要这些的资源呢 就是你在真正实作的时候 我想因为今天老师的tempo很快 有的人可能 你在之后再尝试要实作 你要怎么样跟上呢 欢迎各位可以到第一个是 甚至是AI创新学院的网页上面 有今天课程的影片 你可以慢慢的放 然后跟老师一起一步一步的做 然后或者是在下面都有我们课程的重点笔记 那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你觉得老师今天讲的内容 就是非常棒 对你来说非常受用的话 老师各样的这个 我欢迎大家Google搜寻行动开发学院 就是上面有老师各样的一个资源 这样好了 那再来呢 我们也要邀请大家 因为我想大家如果是老同学 你对常常很支持我们的课程的话呢 你一定会发现我们的课程有好几种 有一些是比较概论的 那有一些是真的很专业 一步一步操作 我们在课堂上就会有产出的 也有像今天这样子就是非常满的 也有比较多故事的 那到底哪一种课程是大家比较喜欢的 大家觉得比较有收获的 我邀请大家可以在回馈单上面 帮我们提供 或者是你是任何一种领域的话 你可以在上面帮我们许愿 让我们可以找到相关的讲者来分享 甚至你想听谁讲 你就在上面跟我们说 OK让一人令行能够来服务大家 OK那再来呢 我要再推一次的 就是我们特别的讨论群组 那因为呢 其实会有每次上课的前后 都有同学在问我们说 这个上课连结在哪里啦 是不是要上课啦等等 OK就是 我要邀请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讨论群组 让你可以在上面找到所有相关的资讯 有同学问说 简报连结是哪里 简报 如果你要看今天的课程资料的话呢 现在老师贴在留言区的是今天的讲义 就是包含上面要 课程要用到一些资料 那如果呢你希望跟老师一起一步一步做的话 请到就是科技导网站 甚至是AI创新学院的这个网页下面 OK大概明天或是后天就会有这个 不好意思明天是周末 OK可能礼拜一就会有这个 网站 就是就有今天课程的影音跟重点记录都在上面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上面跟着老师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内容把它做出来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呃也要跟大家工商一下接下来的讲座 可以刚刚讲说我们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其实甚至是AI这件事情 他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应用 所以下周二10月17号我们要邀请到呃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统计系的一个教授 卢教授卢洪欣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ESG最近非常红的OKESG遇到CHAT GPT的时候 有没有啊他会擦出什么火花呢 呃因为这甚至是AI这样的人工智慧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非常多复杂的环境问题 或者是一些运算的问题 好那具体来说到底怎么使用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 那第二个呢 我想对无论是学生或是社青都是 或是你是呃企业家都是非常的受用 就是英语 你要关于学英语 那我们邀请到的是苏琴老师在下周四晚上也是7点到8点半的时间 OKAI怎么辅助英语教材的编制实物呢 OK所以呃不只是帮我们学英文啊 如果你要教别人的话 英语教材或是英语的教学资料 OK我想各行各业不只是英语文学科的 OK各行各业都可以 那怎么做 欢迎来跟苏琴老师一起来学习 所以呢在今天晚上我们非常愉快的一个小14分钟 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大家都没有离开 OK我要邀请大家再给老师再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 OK好那呃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就到这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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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